林教授,各位老師,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難得 要聽到林明德教授來講我的成長經驗 因為我是院士委員會的召集人 所以就主持 從我們過去的經驗 大概就是 比較 就是因為在醫學院待越久的人來講 我們就會聽到越多很精彩的故事 林教授,林教授是最早一批來我們醫學院的 所以我們預期會聽到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然後如果中間有什麼樣的 雞蛙什麼樣的想法 我想我們應該是可以蠻 Restyle 就是 可以提出來 然後大家還有更多的 那個 就是 更多的這個交流這樣 OK,那我們就歡迎林教授 林教授 謝謝你們 不過我想我大概會讓你們失望 因為楊老師跟我說什麼 壓箱包 我說,哇,完蛋了 我的箱子是空空的 因為已經被我dump兩次了 我離開城大的時候 這個清office 把不必要的東西都清光了 然後到了慈濟又清一次 然後現在年齡又把我清一次 所以我大概所剩無幾 所以呢,我說,我選一個題目 還殘留在我腦筋裡的東西 我可能會比較容易 這個 可以說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跟陳太宇宣的發展 其實有的時候有關 但是沒有很多 所以假設要聽這個 陳太宇宣的發展史的話 真的你要失望 我現在用一個我說不清楚的感受 我按掉了 說不清楚的感受 就是說我現在要用我回溯過去 我在那個時候 我有感受但是我說不清楚 那種事情我拿出來談一談 我第一個衝擊就是 當我去美國念博士班的時候 那他們有一個requirement 就是要做TA 那我就有一次這個 老師要我幫他改這個 我們現在所謂的深論題 然後我就以我在台灣 過去當學生的經驗 我覺得我們在改這個 深論題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 我們比較常用的方式就是 就是這個讀完你的 都你這裡說不對 就扣一分 哪裡說不好 就扣一分 這樣扣 扣完才會一提 假設十分的話 再把它那個扣掉 就減掉那個分數給你 好像我們很常是這樣子 答分數 那比較少的方式是說 我讀你這個答案 那你有沒有針對這個問題去回答 回答到正確的是幾分 你就relatively給一個分數 所以這兩個方式會 不一樣的成績 那我就不曉得 他這個美國老師 要我怎麼去改這個分數 我就問他 我說我所了解的有這兩個方式 那你要我怎麼改 他回答我這句話 那這個我在 我的感受就是 我說不清楚的感受 就是說 我在台灣受教育 我知道怎麼改 但是我講不出那個principle 他這句話給我一個感受 就是說 他講的一句話回答我多清楚 他就說 那意思就是從正面的去改他的分數 那我第一次學到principle 第一個principle 這個對我心裡 所以我到現在還記住 那我曾經把這個好玩的是 我不曉得什麼occasion 我把這個講 結果有一次台北醫學大學的前任校長 胡胡校長 他來成大這個評鑑的時候 總有機會跟他聊天 他提這個話 說你講那句話我還記住 所以這種話 好像對不同的幾個人都有這樣子的感受 那我那個時候 就是知道怎麼改 但是我講不出 就是我講不出這種principle 他這樣講一句話我就很清楚 這是我第一次學到 所以我要拿出來談 第二個 是再過兩年 我要參加資格考 資格考的這個委員 有一個問我 doctoral philosophy 他說 你現在要得的這個degree 我們給你的叫做doctoral philosophy 他說你是學生化的 為什麼我不給你doctoral biochemistry 他說同樣的道理 念生理的 為什麼我們也沒有給他講doctoral physiology 他也叫doctoral philosophy 他還可以推到說pharmacology 他說要我解釋 我老實說 與這個台灣去的學生 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 談這個principle 談那個的那個 我答不出來 說老實話 我答不出來 但是他事後解釋給我聽 他說為什麼給你doctoral philosophy 所以我後來把這些話給博士班的學生 我那個夜靈裡大家應該聽過 我後來在這個當所長的時候 我在orientation的時候 我要強調這一句話 我說doctoral philosophy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今天受的訓練 你即使是學biochem的人 假設給你doctoral biochemistry 你學的是技術方面的東西 會跟著年代而改變 所以那個過十年以後已經沒用 doctoral philosophy 要你學的是principle 是基本道理 所以將來你走出去學校 到社會去服務 你碰到的問題 用這些principle來解決 所以這個才是永久的 所以叫做doctoral philosophy 我又學到一個 這是我去美國大概第四年的時候學到的 那下頭也是在資格考 考我一個很有意識的問題 裡面我寫了那個 他說有兩個黑盒子 size完全一樣 你看過去也一樣 但是這個盒子裡面 一邊一個盒子放的是burning candle 這是燃燒的蠟燭 另外一個box呢 放的是小animal 小red 你告訴我要怎麼identify 好 有沒有人要嘗試 很有意思的問題 我到那裡接受這個 我說在這裡受教育 真的跟我們在那裡死背書不一樣 真的考我這個問題 而且他這個問題的好處是什麼 你怎麼回答他怎麼變 他隨時在變 要看你的反應而已 你假設說 我把盒子搖一搖 animal一定會動 動我就聽到聲音或是 candle不會啊 他說這個盒子蠻重的 你搖起來它動你也聽不到 都說它隨時跟著你變 你的答案它就變了 看你怎麼反應 那你假設說蠟燭燒起來會熱嘛 你在盒子的外面 也可以感受到 它又變了 他說這個是一個高密度的東西 你那個絕緣的 你摸不到 他就一直跟你這樣兜圈子 看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應 其實這個根本的道理 在哪裡 這兩個東西都有一個特色 會heat production 都會產生熱 但是 有一個是受到temperature control 一個是不會 對不對 動物因為你溫度越冷 它產生的熱 為了暖身會越大 那蠟燭不會受到影響 它還是燒它的本來的樣子 所以其實它要考的觀念 就是這兩個東西有不一樣的 有共同的通緝 但是有不一樣的特質 看你怎麼去設計 怎麼去回應 那後來得到一個比較多的人answer 就是有點標準答案 實際上沒有標準答案 這個是加州大學有名的black box問題 它也不怕你知道 因為它要跟著你在那裡鬥圈子 但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 你可以 因為它怎麼設計都可以 你那個box可以設一個meter 就是產熱的meter 然後你把box放到冰箱裡量一次meter 把它移回來室溫又量一次meter 是不是不一樣 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我提這個就是說 我剛開始去的兩三年受到的這種不一樣 那對我的衝擊很大 我的feeling是不一樣的 下一張 因為我這些都是小問題湊起來 Anytime 你們要問我 都隨時 我們這個是informer的這個聊天 那黃院長的第一次見面 我是因為看他中央日報說 陳大阿醫學院要籌備 那我其實要說我的background 應該可以說很久 為什麼會要回來 事實是其來有志 因為我在念書的過程中 我的老師是對我很好 然後一下子要介紹我 去當什麼食品 新竹食品研究所的所長 我要去那裡就賺大錢了 那些財團法人那個位置很好 食品醫學研究所 後來是屏東的香蕉研究所 那都是新的 但是我一個也沒有接受 因為我告訴他說 我現在念生話 食品研究所勉強可以拉上關係 但是我覺得不好意思 就是已經離開了那一行 所以我就沒有接受 不過真的我上個禮拜去參加序友會 我還跟我那個老師 他現在已經86歲了 我還謝謝他說 你以前推薦我做兩件事 因為我沒有上任 所以我回來也沒有 因為我到醫學院 我就沒有回去見他 我說利用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你 結果他趁那個機會 就一張捐款單給我 他現在有一個基金會 所以意思是 好你要謝謝我 就把這一張田還給我 Anyway 所以我是在那種過程中 那那個我的生話老師 就是杜聰明的兒子 杜祖倩 也曾經介紹我 要這個淡江大學 要成立生命科學系 介紹我回來做那件事 我也沒有接受 所以我要感謝的是說 這些老師對我很好 所以我不斷地接觸到這些說 我一直也有想要回來的念頭 所以看到那個中央日報的廣告 我就寫信給院長 然後Mr.回答我說 現在黃院長在美國 你要不要自己跟他聯絡 那我就打電話給黃院長 黃院長說 你什麼時候有空 因為他那一段時間的時候 他正好要教書 所以他也離不開 所以他說 我有沒有欠使到他們那裡去 你可以他歡迎我去 我說好 我五月的時候 我會去Miami開會 我以前做的是 那個眼科的 這個 Pseudomonas College 我在美國那個時候 所以我會去開那個點 我說好 我去Florida開年會完了 就到你這裡來好了 於是我就真的 真的去他家裡找他 那他是住在Virginia 也是一個小趟 那個飛機場 我不要你們見過那個Virginia 那個飛機場 我要現在很久了 不過大概也就是這個尺寸 就是一出來 然後出去就是街了 就是從那裡飛機的那個停車 然後一走出來 從這個門口出去 那我拎了一個行李箱 就這樣走出飛機場 就看到那個斜對面 那個街也不大 我站了一位帥哥 他穿著一個短袖子的Polo衫 戴個黑眼鏡 然後站在那裡 我一眼瞄過去 我曾經跟他講過 就是前幾年跟他生日的時候 我說 我要描述那一段的話 我應該說一見鍾情 看他站在那裡 然後 因為這個要介紹一下 背景 現在看到這種帥哥多得很 但是 以我們那個年代 黃院長大我六歲了 這是以我們那個年代 那又是台灣人 我講這個 不要有這個藍綠的意識心態 真的是台灣人有比較多 在早期 所以你要看到一個帥哥 不太容易 所以當我走出這個飛機場 也看到他站在那裡了 雖然你不知道 我猜一定是黃院長 黃教授 所以我就往那邊走過去 他看著我說 Are you Dr. Lin? 他就用英文問我 我說是 他說你是黃教授 他說 那個是我第一個 接觸的時候的那個feeling 但是回到 回到 就跟著他 那天晚上住在他家裡 其實我比較 後來的感受比較深的是 我跟他聊的那個晚上 所以我以前 描述說一見鍾情 我現在要講得仔細一點 就是其實他給我的感覺是親切誠懇 他說親切就是那種feeling 我們一般中國人的味道 他今天要去籌備 當醫學院長 他常常會放一些 哇 我一定要把這個院 跟得多大多好 講一些那些 也許是理想啦 但是你會感覺到說 在講官話 OK 他沒有 他就是跟我 他說 我們在異地碰到的故鄉 他跟我講一件很實在的話 那我問他說 你要怎麼去經營這個醫學院 尤其你怎麼找feeling 我是說我要了解的是 你是先把你的model定好 說我要找這樣子的人 這樣子的人來辦這個醫學院 還是有什麼 你有沒有設定標準 我的意思是這樣 他說沒有 我沒有設定 他說我假設那樣做的話太難了 我現在的想法是 我可以找到什麼樣的人 能夠跟我共同去完成 把這個醫學院辦好 就好了 我覺得這一句話 他是真的講得很誠懇 就是說他不會打高空 然後在談話的過程 他也是好像老朋友一樣 就是 你現在事後看那件事的話 很好玩的是 我們都覺得黃院長是口才很好 這個面對什麼不同的 舉例型態要講什麼都講得很好 但是那一天我感受到的是什麼 他在談說 他最近胃很不舒服 那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那一週是要上課的時候 所以我剛剛講過他不能離開 他那一週是他上課的時候 所以我們後來看到他那麼光彩 結果他上課也緊張得很 現在這樣說其實他也很緊張 才會胃不舒服 所以他實際是這樣 也就是說他其實後來在這裡 我也覺得他每一次要簡報 不管是任何他都要準備了 不是說好像看起來 他站起來就講一些話 所以我跟他談完了以後 事實上我那個時候 並不是以求職的味道去的 我必須要講我那時候的心態 因為我那個時候才得到教職四年 四年其實前兩年還是所謂的專案 現在我們台灣的所謂專案教職 然後後面兩年才是真的專職 所以我並不急著要 但是我剛剛講過我一直很想回台灣 所以這個機會我就要去試試看 所以我跟黃院長聊 我只是要知道說情況是怎麼樣 而且我事先也做了一些功課 我去了解黃坤妍的背景 至少有一點讓我比較放心的是 他曾經幹過華府的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這個早期會這同鄉會的會長 這個至少是綠色的 也許是淺綠也至少是綠色的 這個可以肯定的 所以我就更有越要去拜訪他 但是講完了這些我的feeling 所以我用說不容易描述的感受就是 我跟我太太講說我們不論回不回去 我會認真地交這個朋友 真的我的印象對他就是那麼一次 是這樣子的印象 現在我要講這個獨角獸 獨角獸是我女兒在念Cornel的時候 她這個當巴巴的就要去看她一下子 結果我在她的book store看到看到剛剛就是 我現在有一張圖 這個圖 上面那幾句話 我不曉得你們後面有沒有看得清楚 Don't walk in front of me, I may not follow Don't walk behind me, I may not lead Walk beside me, just be my friend 我讀到這句話 那個心是那個… 我都不會用一句話來形容 那個真的叫做心有氣氣焉 就是感受得很強烈 於是我就買了這個poster 你知道我這一張是… 大概不用吧,這個… 我把這一張買來,然後把它錶起來 掛在生化的教室 我再要學生去讀它 看會不會他們有什麼感受 你看過嗎? 那我不知道,我也沒有特意去宣傳 我只是要他們自己去感受 所以這一張是我未來要講這個 我請劉信蘭去幫我copy的 現在說是在吳老師那裡的 這張圖 那這個話 因為我覺得好像我很… 我的行為我從小就沒有什麼friend 有一點就是… 也不是我行我素 好像我就是… 所以我不會去follow人家 我不會跟人家成情決黨去玩 我從小就是這樣 但是我也不是一個leader 就是不跟人家在一起 就不會… 有…有…有你的這個… 那個…那個朋友 所以我覺得,哇! 這句話太好了 所以這個幾乎是… 成了我的座右銘 這個…這個… 這是…我要講的是這個 好,那前面就是說 我的general feeling 我碰到的這個比較有感受的事情 那我現在要談談這個生化 我參與教生化的這個經驗 我前幾年老實說 我前幾年老實說,當我碰到… 因為我在美國我沒有教過生化 因為我… 我剛剛解過前面是專案不會去參與生化的 後來專案也不是參與生化的… 生化科的…是教那種生化 那我對生化…自己在念書的時候 feeling就不好 說老實話 因為一天到晚談passway 就好像只會被passway而已 所以我的感受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叫這回事 這個passway 但是你不教它又不行 但是…又好像是一天到晚叫學生被passway而已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辦 說老實話,我一接觸到… 所以我現在要碰到我碰到的事情 結果…第二點 我自己一直在那裡調整 我說這個生化到底要怎麼叫 結果…第一屆還是第二屆 謝正義這個…在畢業改員的時候 居然踢到我 這個…很好玩 他說了一句話 他…以前不曉得幾個老師 是被他點到 我…我現在忘了 至少我被他點到 所以我…我記得… 就…比較清楚 他說喔…上林老師的課喔… 你看起來好像是…無章法啦…沒有…沒有章法 但是…你假設要仔細去…去…思考一下喔… 他有一定的…脈絡 他只講這麼一句話 他…他在畢業改員講這些…各個老師是什麼 這句話我就好好回去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在思考說… 這個生化這個… 不是很…很…要怎麼處理 我不曉得 結果他這樣講喔… 我就…就去…這個…反省一下喔… 我的解讀後來覺得是說… 當我在…準備我的…這個… 那個時候不是PowerPoint 就是…這個… Transparency嘛… 當我在…準備那個的時候 我確實是…我有我的中心思想 就說我該…這一張…然後這一張… 然後這一張…這一張… 我是由照這樣子去排出來 但是我講的時候是不是…沒有把它連結好…還是什麼喔… 所以我後來分析的結果是… 我講的時候沒有講好… 我自己把它…認定這樣… 那這是一個畢業生的…的感言啦… 那後來還碰到一件事…就專家的一件… 那也許吳宅良他們都還記得… 可能四個月也記得啦… 吳阿琳記性比較不好… 這個… 怎麼有關係… 就是…有一次…就是…下一張… 這個…International Unit of Biochemistry 是你老闆請他來的啦…林忠耀請他來的… 所以他…這個…尋回台灣的醫學院喔… 然後看…這個生化怎麼教的… 那個時候…高零進還沒有回來…我是代理所長… 所以我… 說…我們生化是怎麼教的… 所以我把那個… 呈現給他看… 你知道他的評論是什麼… 他的評論說齁… 你們教的是… Fragmental Knowledge… 就是片段的啦… 那因為… 我到現在為止… 還不曉得要怎麼去整合他… 因為我們… 教 protein的… 教 protein的… 教 protein… 教 liquid的… 教… 這個… Molecular Biology… 就是這樣分老師在教啊… 那… 他… 記得吧… 這個詩老師可能… 比較記得… 他還跟我們老師做談… 好… 他說… 新年process要負責整合… 但是… 到現在為止… 我… 假設以我們生化這樣子的教法… 我還不曉得要怎麼整合… 好… 這個只是我… 講這個過去的歷史… OK… 下一張… 那我要說的… 我因為記住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有機會… 假設… 我後來… 呃… 在研究… 研究所好像是… 研究所… 開了一個… Biochemical Endocrinology… 因為我… Post Doctor Training… 是在 Worcester Foundation… 是… Steroid Hormone的… 早期… 發起… 這個… 源起很…很老的… 很有名的… 的一個… Research Institute… 它是在… Boston的西邊… 大概四五十米的… Research Institute… 那個director… 都是哈佛大學的… 教授來的… 那個… 現在女孩子是… 這個… Briest Control Peer… 是從那裡… 研發出來的… 而且是一個… 中國人… M.C. Chan… 這個… 發展出來的… 所以… 我有… Endocrinology的… 就是… Steroid Hormone的… 背景… 所以…一回來… 我就想… 好…我自己來… 試著…整合一下… 這個… 我自己… 教的… 我自己… organize的… 課總是… 比較容易… 整合嘛… 所以…我就… 試著…去…整合… 那… 我因為那個… 已經丟掉了… 我剛剛說過… 我現在只能… 照我的… 那個時候的想法… 我就請了… 沈清良教授… 講一些… 這個… Endocrine Organ… 然後… 接著… 請這個… 生理的… 陳毅老師… 講這些… Hormone的… Physiology Function… 然後… 我自己講一些… Chemistry of Hormone… 好…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的… 次序… 然後… 講所謂的… 現在講的… Signal Pathway… 那個時候… 還不流行… 什麼叫Signal Pathway… 叫做Mode of Action… 然後… 這個… 最後… 再請一些醫師… 談… Endocrine Digi… 所以… 我要… 說… 我記得那個人的… 說法… 我試著… 有機會… 我試著去… 把它整合… 但是… 我沒有… feedback的… evaluation… 所以… 我不知道… 學生的… 這個… 感受是如何… 好… 下一章… 那… 我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到… 這裡的… 素德吧… 立德… 有一個素德… 有一個素德… 素德的… 那個… 管理學院… 那…立德… 上面有… 上面有… 切掉… 立德… 立德… 管理學院… 反正是管理學院… 那…但是… 那個幾乎是… 程達的老師去辦的… 那… 他們的教務長… 是歷史系的老師… 有一天… 碰到… 他說… 欸… 那跟我們開一個… 這個… 生命科學的… 這個… 通識的… 我就… 好… 我就… 試著去… 整合… 這些啦… 那… 我就… 題目是生命的奧秘… 但是我也去… 試著… 怎麼整合… 這很多老師都… 合老師… 賴老師… 賴老師… 賴醫師… 還有… 還有… 吳俊宗… 我說我把… 這個… 醫學院的精華… 都… 都… 變在那裡… 但是… 我有我的邏輯啦… 就是… 你看… 這個… 生命的組成物質… 生命的密碼… 生命的活力… 生命的傳承… 這些… 還有… Defense Mechanism 什麼… 我是說我… 嘗試過這樣子的嘗試… 這個… 有機會… 我就去做這些事情… 好… 下一章… 那… 我也不知道說… 這種嘗試… 大概… 好不好… 因為我… 都沒有去做… Evaluation… 我只是要… 講說… 我曾經… 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那… 我到了慈激… 才有… Comparison… 這個慈激… 這慈激的這個課… 叫做… Molecular Pathology… 好… 那… 請你們讀讀看… 其實這個… 一點整合都沒有… 他只是把… 這個慈激的醫生… 一個一個叫來… 你是… 胃腸科的… 就… 講這個… 你是什麼科的… 就… 講這個… 所以我只是要做一個… Comparison… 這個課程的… 你要開一個課… 我覺得… 那個… 整合是很重要的… 我的感受… OK… 下一張… 那… 這個也是關於… 課程的… 改變… 我想… 深化所的老師… 都知道… 因為… 我一直… 腦筋裡… 就有… 這個整合的問題… 那… 後來… 不是… 醫學院… TMAC的評鑑嗎… 那… 各校都… 哇… 有的是… organ的system… 有的是什麼… 老實說… 我們的… 成大… 對這個課程的整合… 是… 最… 沒有effort… 到2003年以前… 所以… 我也覺得說… 這個整合是必要的… 好… 我覺得… 要教… 醫學系… 其實… 不要像… 我們在教… 我們的graduate student… 那樣子… 其實… 沒有必要… 教那麼… 那麼detail… 好… 這是我的… 我的感受… 所以… 那個時候… 為了… 配合… 這個醫學院的… 這個… 要求… 我就… 跟深化所的老師說… 我們… 雖然… 每一個人… 負責一些… 對不對… 請各個老師… 在你的時段內… Cut… Cut… 15%… 就是說… 你假設有10小時… 你就變8… 8.5小時… 就是… 大家都縮小… 然後… 我們去… 這個… 加了一些… 跟… 疾病有關係的課程… 就是… 當我們深化交到… cholestometabolism… 我們後面要講… Atherosclerosis… 那… 就是… 一個這樣子的關係… 那… 假設講到… 因素人… 我們後面要… 講一些… 這個… diabetic… 所以… 這個是深化課程… 在… 2003年的… 一點改變… 這是… 那個時候… 大概是我最後… 要離開… 這個… 成大… 的時候… 做的… 所以… 我是這樣… 一路走過來… 一直對整合… 那一件事情… 我實在沒有… 沒有忘記… 雖然我… 都沒有… 呃… 機會真的… 做到什麼程度… 下一張… 我… 那裡打錯了… 中間代謝… 還有一個… 中間… 缺代謝… 這就是… 我打中文的麻煩… 我打這個麻煩… 我打破破破… 按錯了… 還是說… 拼錯了… 就… 就要重新來… Anyway… 我要講的就是說… 到了研究所的時候… 中間代謝… 我要講我的中間代謝… 我就有發揮的餘地… 因為這個… 只有我一個… 我… 我負責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要… 我要… 提的是… 那我先講… LDL Passway… LDL Passway… 我還滿… 自豪的… 就是… 這兩個人… 下面有一張… 你先修修修看…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個… 我們醫學有個… 有個習慣… 哪一年得到什麼… Nobel Prize 的話… 要… 用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這兩位… 我… LDL Passway… 事實上是… 在他們拿Nobel Prize 前… 我就在成大教了… 這個是… 我覺得… 我最得意的地方… 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實際上… 因為… 我在美國的時候… 就是… 對… … 我1979年… 就到… 我覺得… 我回來成大… 我覺得這個… story… 太好了… 所以我就開始… 到… LDL Passway… 因為它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以前不知道的問題… 好… 所以我… 再回到… 所以我就… 我一定… 在我自己… 交中間代謝的… 裡面… 我一定會… 把這個故事… 講給… 學生聽… 你有聽到嗎… 有沒有… 都忘了… 我… 我會… 把這個故事… 從頭到尾… 尤其… self-culture 的意義… 那個時候… 真正在他們身上… 發揮了很大的意義… 因為… 它可以… 轉彎… 它假設… 不是轉彎到… cell的… 解釋的話… 它不會有這個發現… 它假設… 往… 這個… HMG-CoV-Reductase 的影響的話… 它不會有今天的… 這個…結果… 這個… 我… 我…不是在這裡講這個… 我只是… 告訴說… 這個… 這個… passway… 是我回來… 我就… 交這個… passway… 那…中間代謝… 我… 改了一個方式… 就是… 我… 剛剛講過… 我對…passway… 實在是… 很…很…很…煩… 那…我就… 反過來講… 我加中間代謝… 我先從… respiratory control 交起… 也就是說… 他們… 怎麼… 怎麼能量… 怎麼產生呢… 這個能量… 最終的… control 是什麼… 我倒過來… 倒過來講… 說…他能量… 為什麼會產生… 然後… 這個… regulation 在哪裡… 然後… 假設… 體內能量的朋友… 我還會… 提到說… 為什麼會胖… 我… 我曾經… 一開始上課… 我不曉得你… 你有沒有記得… 我一開始… 上我的代謝… 我就問學生說… 你們都學過… 神話… 你們是研究生…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吃多了都會胖… 對不對… 你… 你用神話的… 道理解釋給我聽… 沒有一個學生敢回答我… 研究生喔… 對不對… 沒有一個學生敢回答我… 所以我就從那裡講起… 我就倒過來講… 那… 你體內這個能量平衡… 是怎麼回事… 然後體外能量的平衡… 我會強調產熱的功能… 因為我們講passway… 這個A加B變成C… 然後後面一定會加heat… 有一個heat放出來… 或者是吸熱… 這個heat的轉變喔… 其實很重要… 它的功能是太重要了… 它是跟外界在產生Energy的平衡… 我會… 我去講這些… 不是… 不是只有你去背passway… 就能夠了解的… 的… 東西啦… 我要告訴你說… passway後面的… 意思喔… 那… 因為我自己… 這個… 在Wurst Foundation的時候… 跟後面… 其實我做的都是receptor… 所以我也會把這個receptor的觀念… 帶進去這個… 代謝喔… 那尤其是… receptor的asset… 它的原理在哪裡… 我常常問學生說… 你在定… total binding… 你在定… pacific binding… 你在定… non-pacific binding… 為什麼要加什麼50倍的… non-label的東西… 你才會得到… 這個… non-pacific binding… 也沒有人知道… 甚至… 做receptor asset… 也不知道… 所以我會告訴他們說… 怎麼…怎麼… 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 當你自己教的課… 這個… 這個中間代謝… 因為我可以盡情的發揮啦… 跟那個… 要… 這個… 跟… 所謂fragmental knowledge… 那個… 我很難看錯… 所以呢… 我現在要秀一些… 學生的反應… 你們大概… 讀不出來… 學生反應很好… 他說… 他們以前… 背… 背得… 一點興趣都沒有… 現在聽了這個… 真的是… 觀念… 改變了… 你看我這些… 我… 但… 兩次東西… 這個沒有丟掉… 所以… 我們這樣可以… 這個… 也是… 我這樣子… 一路走來… 這個改變… 我覺得… 這個… 才有一點… feedback… 好… 好… 下一張… 這些指示… 好… 這是他們班上的反應… 幾乎… 都… 都反應得很好… 所以我… 秀一下… 你們可能看不清楚… 這個… 這個… 很有意思… 我從網路上看到的這個… 這個… 他的標題是… 灌輸知識 vs 培養能力… 看下面的那個問題… 很有意思的問題… 前面第一個問題… 陳吉思汗的繼承窩過臺… 公元哪一年時… 最遠打到哪裡… 這個… 是不是大家很熟悉…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們教的歷史… 我們問的問題… 我們… 國內自己教的歷史… 常常問這樣的問題… 同樣的歷史… OK… 從… 同樣的歷史… 歐洲人也在教… 對不對… 他們有… 有什麼世界通史… 還是什麼… 他們也在教… 他們的問題是這樣問的… 第二個… 你們都可以讀到嗎… OK…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一個是… 這就是標題… 它的標題是說… 一個是在灌輸知識… 一個是在培養能力… 就是… 培養分析的能力… 那… 第二個… 第二個例子… 是… 甲午戰爭… 哪一年爆發的… 你們都可以讀… 這個也是… 我們… 我們… 就交這一段歷史… 問的問題… 我們這些問題… 顯然都是要你背的… 但是… 日本人也交這一段歷史… 這是日本人出的問題… 下頭那一段… OK… 日本跟中國… 一百年打一次戰… 十九世紀打了日清戰爭… 就是我們叫的… 交友戰爭… 二十一世紀打來一場… 日中戰爭… 叫做抗日戰爭… 二十一世紀… 如果日本跟中國開法… 你認為大概是什麼時候… 可能的原因… 和基因在哪裡… 如果日本贏了… 是贏在什麼地方… 輸了… 輸在什麼條件… 分析… 這個… 非常不一樣… OK… 所以… 再講… 沒有… 那我的感想就是說… 你老師怎麼問… 學生就怎麼學… 你假設常常刺激他要分析… 要這些… 其實他會朝那個路上… 但是你叫他… 問的都是死的東西… 背的東西… 他就是背一背… 這個影響很大… OK… 這是我的… 我的感想… 那下一張… 當兵的經驗… 這個… 很好玩… 我在… 我在金門當步兵排長… 我那個時候… 體重多少… 你知道… 四十九公斤… 居然是當步兵排長… 最前線… 波老師告訴你… 我… 我那個排長還當得不錯… 我是現買…現賣…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 也是說你怎麼教… 他們怎麼反應… 這個步兵… 當過步兵的人都知道… 其實沒事也要讓你上操… 上操… 上操不會向前走… 什麼… 什麼… 欸… 相右磚… 相左磚… 相後磚… 就在那裡… 在那裡… 玩這些… 那… 這個… 排長有一個好處… 我雖然是… 當排長… 但是… 常常他們的方法… 都是帶開來… 就是… 一班一班為單位… 這些… 男的… 都… 單兵都知道… 就是… 一班為單位… 在那裡… 操場的… 四腳… 還有那個… 班長就是在喊這些… 就是做這些… 基本動作… 都模擬的時間而已… 那我發現… 這個… 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才… 很早嘛… 那些班長都是老兵… 那老兵… 老實說… 我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那個充員兵… 尤其當步兵… 其實… 還滿可憐… 他都是… 那個… 海邊的… 那個… 子弟… 有的… 沒上小學… 有的只上到小學五年級… 就是那一種… 背景的人… 來了… 結果… 這個… 老班長在那裡… 操練的時候… 我排長是… 在那裡看而已… 但是… 我看卻… 觀察到一件事情… 這個喊口令很重要… 你知道嗎… 就是… 當你想… 向左轉走… 的時候… 你那個… 口令要喊對角… 他才走得好… 不像… 你們這個… 當過兵的… 對不對… 向左轉走… 一定開始是… 向左轉走… 就是… 左腳開始… 他才會走得好… 向右轉走… 也是一樣… 但是… 向後轉走… 你那個… 起點要落在右腳… 相信… 你現在… 試試看… 那個才轉得自然… 但是… 那些… 老兵班長… 就是喊不好… 亂喊… 你知道嗎… 他這樣… 一二一二… 他隨便喊… 有的喊在… 那個… 兩腳之間的… 然後… 有的喊在… 不對腳… 別看他轉得好… 就是… 一團亂… 真的… 亂很… 阿虎在那裡看… 看了很久… 被我發現… 結果… 這個牌長說… 秀給你看… 等一下… 這個… 會集合起來… 到後來… 總是… 牌長要囉嗦一下… 講一些… 什麼… 什麼… 那個… 那個… 又是我另外一個… 一個經驗… 就是… 我不會罵人… 我學不會… 你知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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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 你去部隊… 你就知道… 玩點名玩啦… 或是… 操練玩啦… 總要訓他們兩句話… 你知道嗎… 尤其… 對不對… 那個… 老… 這位… 他總要訓他兩句… 才覺得說… 我這個… 這個牌長或這個連長… 有得… 有得… 注意… 所以總是… 完了以後… 要訓他兩句… 我就是不會訓… 我都… 一完了就解散了… 我當執行官… 執行官也是這樣子… 那是另外一個經驗… 不過我看到這個以後… 我說好… 我就… 整排來了以後… 我說我秀給你看… 因為… 我不能罵班長喔… 齁… 那個時候… 那個班長… 這個… 預備經關係… 被他們看得很那個… 你不能得罪他的啦… 好… 所以我只能說好… 我… 那個… 我… 我… 秀給你們… 我只能說來… 你喊對了腳… 就是… 他自然就會走整齊… 你喊錯了腳… 他就是… 亂成一團… 所以… 我只是要說齁… 跟我們剛剛講的… 怎麼教齁… 這個… 他怎麼反應… 一樣的道理… 齁… 這是我… 當兵的… 經驗啦… 齁… 這個只是我要講… 剛剛講的話… 就是說… 其實… 考試是… 只原生啦… 齁… 那… 我現在要讓… 賴老師 wake up… 一下齁… 齁… 因為… 因為… 這個是… 是… 從他那裡學來的… 因為我一路… 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說… 深化要怎麼教… 我… 我自己一直都有… 這個問題… 然後… 有整合… 我都在考慮… 這個問題… 所以… 欸… 我在這裡的時候… 常常代表… 醫學院要去… 去學校… 去做一些事情… 那… 兩位老師… 是正好… 我代表出去… 推薦的… 就是賴老師… 跟趙格斯老師… 那… 去… 都得到全校的教師喔… 優良教師喔… 那… 我要去… 當然要… 做功課嘛… 就… 想一想說… 雖然這個… 趙格斯老師… 我不知道他… 上課的情形… 我只能從那個… 那個… 資料上去… 去… 了解… 但是賴老師… 我知道… 我知道他… 這個… 上課的… 情形… 所以… 我從… 三位老師那裡… 體會到… 這個… 黃院長… 還有賴老師… 趙格斯… 我說要做一個… 優良教師喔… 我這樣… 沙門的結果喔… 只要有四個字… 真的要有熱忱… 要有信心… 嘿… 這是… 我的… 信心的解釋說… 你在那裡… 我要講這些話… 我要有那個… 信心說… 我會讓你了解… 那熱忱是說… 我有那個心… 我要… 真的要讓你了解… 老師說… 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子… 體會… 我剛剛講過… 我對… password很煩… 所以… 我在交password的時候… 老師說… 連自己… 沒有信心… 也沒有辦法說… 我一定可以… convince你… 我只是… 照… 照讀過去而已… 真的… 我實在是… 沒有藝心… 但是… 我從… 黃院長… 站在講台… 那個樣子… 我可以看他的表情… 可以看到… 他有… 那個… 他… 我… 會讓你懂… 那老師也有這個… nature… 然後… 你也有…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講出來… 我已經… 講過… 我這個講會… 對你很重要… 這是我… 我… 從這幾個老師… 體會到的… 我現在是想到什麼… 講什麼… 因為… 那我盡力… 講… 那… 順便提一下… 我說… 我比較有感的書… 這個… 我用有感的字… 真的是… 有感… 但是… 有沒有受到他影響… 有沒有學到… 那又是另一回事… 那… 這個李敖… 李敖大我三歲… 但是… 我在大學時代… 是… 瘋狂的唸他的書了… 因為… 他open了我的眼界… 因為我以前… 一路走來… 是好學生… 就像… 就像那個… 馬英九一樣… 書大概唸得好好… 但是… 那個… vision沒有開了… 你知道… 只會唸書又寫這樣… 就讀到李敖的書以後… 哇… 他什麼都敢講… 然後講得滿有道理的… 然後把那些老頭子罵得… 很厲害… 你又覺得說罵得有道理…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 就是因為受到影響… 我也看到文心的書… 也看到自由中國的雜誌… 那一陣子是… 真的是… 是我另外… 另外… 人生的一個警戒… 就是… 好像… 開始… 懂得很多… 很多事情… 然後想很多事情一樣… 所以會… 台灣人社會… 還流行了一陣子的… 這個… 雜誌… 那個是… 我在Colorado跟一群人… 這個… 把他弄出來的… 那早期都是… 填鋼版的… 這樣… 這樣寫出來的… 那… 那個創刊紙是我寫的… 那其實是受到… 他的影響… 就是我大學一直延續到… 我去… 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 在這個地方… 我順便插一個… 就是說… 國民黨是不是有… 那個… 要人打小報告呢… 那種… 有… 因為… 發生在我身上… 我… 這個… 大二的時候… 開始進入… 國民黨… 我是… 我忘了… 哪個繼續現在… 跟吳伯雄一樣自身… 是… 那個時候… 因為我有目的啦… 我… 畢業以後想要… 得到他們的中三獎學金…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 我家裡的情況… 我不可能智慧留學… 所以… 在打那個算盤… 所以我大二就進了… 這個… 國民黨… 但是… 後來… 畢業… 我… 我… 我沒有考… 參加那個中三獎學金… 就考試… 我同學就介紹我到美國去…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但是… 我一到美國去… 我就… 國民黨不管了… 不過… 他們好厲害… 這樣… 跑去… 也沒有告訴誰… 到了Utah State… 馬上有人跟我接觸… 他說… 你要不要… 做一件事情… 他說的是… 他是慢慢來… 他說… 我們這些留學生… 在這裡都很… 叫做什麼… 六五年… 六七年的時候… 六七年… 我到Colorado… 是… 三百塊… 他說… 我們會… 支持你們… 你們… 只要… 這個… 找大家來聊聊天… 就好了… 那我沒有回應他啦… 說到時候… 那個時候就斷掉… 不過這是… 只是… 回應說… 確實有那種事情… 在美國的時候… 那我是講… 李敖對我影響真的很大… 但是… 人不能老… 他現在講的話… 寫的書就… 沒有以前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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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味道啦… 那… 龍英凱斯的書… 對我的感受是… 他很會寫結論… 那個結論非常有力氣… 他… 他前頭都是描述一些… 社會上看到的一個… 情況… 他只在描述而有… 都簡單的描述… 但是描述完以後… 他會下一個結論… 那個結論又合理… 又… 又那個… 所以我是被他… 這樣子… 感動… 我簡單的說… 那… 你拿什麼定義自己… 在後面這… 這幾本書其實… 我有感的理由… 就是… 這個… Handy… 就是這個作者… 他現在是號稱管理大師啦… 他是管理大師… 但是這本書… 他自帶有一點自傳式的描述… 他從小一直到… 管理大師… 所謂管理大師… 然後他現在的理念是什麼… 我最感動的就是… 這種管理大師現在這麼有名… 但是他提到他的故事的時候… 他會承認18歲… 20歲… 那個時候… 什麼無知… 什麼… 通通寫得清清楚楚… 那我覺得… 這個不簡單… 一個出了名的人… 你要叫他那麼老實… 寫出他18歲… 大家都寫說他天中英明… 這個… 老早就看出他什麼事… 他會敘述他過程中… 犯了什麼錯… 然後… 怎麼樣… 然後社會對他的影響是什麼… 這個… 滿感動的啦… 那後面這兩師… 現在最夯的… 正義… 錢買不大的東西… 這個… 我覺得… 真的… 大家值得唸… 這個正義這本書… 其實我的結論是… 它是引導式的思考… 它教學書是引導式的思考… 不是…我們在教書是… 我叫主觀式的教導… 就是說我們想什麼… 對… 講什麼… 它是引導式… 一個問題… issue提出來… 所以這個是… problem-based learning 最好的… 的模範… 把問題提出來… 你從不同方面去… 回答這個問題… 就有點像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 black box的… 的思考方式… 他會… 提出這個問題… 然後… 你也許會這樣回答… 但是… 這個回答有一個漏洞… 有一個… 另外一個面… 你要思考的… 它這樣引導你好幾個方面… 哇塞厲害… 這個是… 那… 後面這個… 糖尿病有救了… 這個… blast sugar solution… 這個是我很慚愧… 我… 我也是有感… 就是說… 這個… 糖尿病有救了… 它在講什麼… 它說… 我們覺得糖尿病這個病… 是一個… 慢性病… 是一個… 沒有辦法… reverse的… 它現在說… 有… 它現在是… 有… 可以…reverse… 它說… 現在我們犯的問題是… 糖尿病… 有一些病人… 有一大部分的病人… 不是… 缺乏… insulin… 是… insulin… 沒有發揮功能… ok… 所以… 它不能… 不會發揮功能… 它的重點在於… 你的… 細胞裡面… accumulate fat… ok… 所以你要注意一點… 所以… 你用食品… control… 就可以把fat拿掉… 你就會恢復正常… 它已經有很多… 例子… 所以… 他們現在用… dial therapy… 而且告訴你… 有的是八週就有效… 有的是六個月就有效… 用… 他們設計了很多… 重點是… 在於… 你不能fat… 吃太多… ok… 那… 我是叫… Lipid Metabolism… 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這個… 自己覺得很… 唸到這個書… 那… 後面這個… blush sugar solution… 也是… 我在沙門才看到的… 它重點在… 啊… 強調… 其實我剛剛… 說… 糖尿病有錯了… 只是聽… 提到fat的問題… 這個後面… 才提到說… 我們現在… 治療糖尿病人… 都是朝… insulin不夠… Either you inject insulin… 或者是… 吃藥… 去刺激… insulin的… secretion… 他說其實… 治療方式… 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 他提醒… 所以… 醫生假設要診斷… 一個人… 是不是有糖尿病… 你除了量… 這個… sugar level… 你要量… 他… insulin level… 假設他… insulin level… 他現在發現說… 其實有… 一大半的病人… 是… insulin level… 夠… 但是… 沒有發生方式的… 這種人… 你給他… insulin沒有… 你不應該給他… 你應該… 就朝著… 剛剛那一… 上本那邊說… 去control… 這個… fat… 讓他… insulin… 回復到… 本來的功能… ok… 好… 這是… 下一遍… 欸… 我anytime… 都可以停耶… 我只是… 喇喇喇喇把我想到的… 通通堆出來… 啊… 這個… 那個… 主持人… 所以… 所以要我繼續… 那我是… 現在… 聽到說… 這個… 黃院長… 我… 因為我… 我以前曾經描述過… 說… 我對黃院長的這個… 這個… 啊… 帥啦… 什麼… 這個… 魅力… 吸引人的地方… 然後… 多少… lady… 會瘋狂… 什麼… 這些… 講這些… 啊… 我現在是朝… 另一個方面… 看… 齁… 其實他創立醫學院… 什麼… 建立醫學評鑑制度… 這些東西都不是一個很簡單的… 工作… 其實… 應該歸咎於… 真的是… 有心人啦… 他平常… 對醫學教育的重視… 他平常… 這個… 念書多方面… 都可以應用… 那… 我加一句話… 說… 黃院長是一個… 最非發揮… 他自己優點的人… 他發揮到… 淋漓盡致… 所有的… 都… 拿出來… 但是… 也是他… 這個… 書看得夠多… 想得夠多… 所以… 那… 後面… 這個時候…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我知道歷史… 他先創立武田書房… 那武田書房… 他自己都講過… 這個story… 他說… 其實是要… 去拐一些… 這個募款… 武田書房… 是這樣子來… 當然… 他後來… 碰到… 國家在… 這個… promote… 通識教育的時候… 哇… 他把上馬… 武田書房… 這個… 歪過來… 我用歪過來… 大概不太好了… 他可以… 他寫了… 好幾月喔… 不知道一二十月… 還是… 我現在找不到… 那個人… 也被我丟掉了… 那個時候… 就為政府寫出… 通識教育的重要什麼… 他會… 引出來說… 我當初設… 武田書房… 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的認定好像… 不是那個意思啦… 不過… 我要說的是… 他滿會… 抓住那個機會… 他就… 平常… 訓練有數啦… 這就是… 我覺得他真的是… 有心人… 他也寫了… 這個… 一本醫學歷史… 我會看來… 也是不簡單耶… 他平常假設… 沒有… 收緊那些資料… 雖然… 那不是… 不成一本書… 但是也是… A4的… 不少配角… 他可以… 隨時… 這些… 要我覺得啦… 你… 你… 忽然間… 要阿善我做一件事… 我大概… 我不可能做到啦… 他… anytime 都可以… 我只要說… 真的是… 見證這個… 有心人啦… OK… 下一張… 好了… 這個是… 沒有啦… 我唸完… 我的感觸啦… 就是… 最近跟這個… 年輕的老師談… 那… 我考慮到… 升等… 考慮到什麼… 那我覺得說… 這個… 我們升等方法… 量化的… 程度已經太厲害了… 那… 要Evaluate一個人… 實在是… 就好像說… 錢買不到的東西… 那我覺得… Number… 也不能夠… Express一個人的… 能力… 一個人的表現… 但是… 我們已經走上… 這個… 這個社會了… 就是好像… 那個… Michael Sandler說… 我們已經進入… 叫做… 市場社會… Everything… 用市場的… 這個… Price來談… 這個是… 現在一個… 很… 很重的問題… 那我們對人的… Evaluation… 也是陷入… 用Number… 來談…Everything… 這個是… 我是… 那個… 感觸轉過來的… 來… 下一張… 應該沒有… 這個是… 花蓮漂亮的… 這個… 梅倫山的… 景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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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精采的… 演講… 或者說故事… 這樣… 我覺得… 這樣的氣氛… 好像…我們還有一個… 什麼… 委員會的組織是… 蠻不恰當的… 蠻破壞氣氛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退場… 然後… 讓大家… 就是… 自由的發言… 這樣子… OK… 所以… 如果有人… 要講的話… 就… 前面… 麥克風… 第二老的就在這裡… 第一老的在哪裡… 拜託… 師傅也比你還老… 喔… 對對… 你… 說中我心中要講的話… 現在就是說… 林老師… 你現在在… 在慈濟… 那… 沒有…我現在沒在慈濟… 沒有在慈濟… 我在家裡… 現在自由人… 那更好… 就是說… 你現在有… 有時間… 去做很多的思考… 還有很多的那個… 要整理… 事實上… 就像你說的… 就是說… 這個時候才是… 你真正可以發揮的時候… 就是說… 你可以把… 很多的書序… 把它寫成… 啊… 記錄下來… 然後寫成文章… 把你的感受… 把你的那個… 一些思想… 把它… 把它寫好… 整理好… 然後… 讓… 讓後代的人… 能夠去… 去… 去… 去感受到這一點… 我想這個是你的機會… 我不曉得你現在… 有沒有… 在進行這樣子的事情… 沒有… 因為… 我影響力… 不夠抱歉… 那個沒有… 聊聊天可以而已… 我… 我想… 就是說… 嗯… 就像你說的是說… 人不再說… 他過去怎麼樣子… 而是… 未來怎麼樣子… 那… 都… 都…都… 過去了… 你看到的事情… 不會比那些更… 啊… 就是說… 房院長看到的事情… 你也看到了很多… 應該把這個… 這個事情… 就是說… 現在可以寫… 你說回憶錄也好… 或者是… 一些思考也好… 你這時候可以把它整理下來… 要我的話… 等我退休的話… 我大概也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欸… 好… 我跟你建議喔… 你要寫就要現在寫… 等你退休了就忘光光… 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 面臨這個問題啊… 真的… 我很多事都… 記不起來… 說老實話… 所以我前幾天才說… 我要認了好了… 對啦… 對啦… 現在… 現在是很多事情都會忘掉… 這個是… 也是事實… 所以… 變成是說… 什麼事情… 就是要… 要寫下來… 等於說… 啊… 現在我聽了你的… 我趕快… 剛剛打了幾個字… 我還馬上記下來… 欸…你講了哪些話… 欸… 我過了一陣子… 我看一看… 這個… 還記得… 不然… 聽完了… 我現在就忘掉了… 我剛剛事實際上… 有把你… 那些東西記下來… 你知道我… 我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我的經驗… 真的是… 好像沒有幾個人有… 我進了這個醫學院以後… 我常常講這些… 就是… 我從醫院的工友… 一直到院長… 不管營養師… 或護理師… 什麼師… 我都interview過… 在醫學院這一邊… 從graduate student… interview到校長… 我都interview過… 我這個經驗真是… 但是… 我都沒有記錄下來… 都沒有留一點… 現在想都想… 不行… 這個… 這個也是就是說… 也許我們… 這個… 在座的各位老師… 或者是說… 不管… 將退休後… 以後將退休的人… 應該這個時候… 碰到了什麼事情… 要把它… 寫一點… 把它記錄下來… 想辦法把它記錄下來… 那真的是想不起來… 那個… 到底真的要想的時候… 你只能一件一件去… 去看的話… 那算是很慢… 我看那個… 黃… 你剛剛一直在提… 黃院長… 黃院長… 事實上好像… 他每一個都記錄… 有… 看的書… 他也都記錄他的想法下來… 他有記錄… 不然我們看書… 等於白看了… 等一下都忘掉了… 所以… 我現在也有這種感觸… 就是說… 以前好像認為自己… 還都還可以記得… 看完書了… Even journal… 你看完了… 好像還記得… 事實上… 現在好像… 是東西擠太多了… 那擠不進去… 還是怎麼樣… 看完了… 不把它寫下幾個字… 等下那裡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戴頭都忘掉了… 是有這個問題… 對不起… 林老師… 謝謝你… 我是… 我是從… 看到那個… 海報… 尤其最後第三句話說… Walk beside me… I'm just a friend… 嗯 這一句話… 我觉得好像你给了我们跟你相处的人 是没有前后也只乎是没有上下 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岗位上 这样子使了跟你接触的人 感觉到有点伟大的尊严的 忍性 然后我体会到你从心理上的获得来分享给别人 你能够有这样的分享的真实的心情 使得我们感觉到幸福 我想杨老师在场 现在的供应是不是该当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我们想今天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那个团体和是那个国家 我们可以看看问题的癥结就在那个海报上的第三句话 所以我遇到林老师 你这样子的一个心灵上做着梦遇到的人物 是不是感谢你 谢谢 我要谢谢你后面延伸的这一段 我都没有想到上下左右平等了 谢谢你 我我有一个感觉 因为我刚刚说过 我interview 实在是蛮多人的 那我有一句话想要给年轻的人说 当你去找价别 去接受interview 或者是你在interview人家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双方的 不是只有单方的 我强调的就是说 你今天即使是去被人家 就是所谓的被interview 你也有权利在哪个机会 要去了解对方 因为我们很多学生认为 我今天是求职 就乖乖在那里接受你问我什么 我才回答什么 所以我以前当所长的时候都有一个 最后我都会问他们 不管学生还是来求职的 我说你有没有从我们的交谈中 对我们这个单位还有没有什么要了解的 你现在可以最后几分钟提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彼此要了解的 而不是说单方面的说 我今天只有在这里接受你问 问我的 这是我的感想 好了 所以蔡美玲走掉了 她本来说要问我一些问题 所以没有问题了 那个邰老师应该有问题 才问才是 两个邰赖 那个汤老师 我从来对于林老师都是从游心的这种 康败的经格 我从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通常我会有问题 是那个人要有问题 我才会有问题 那个我不是请这个小赖 我要请那个大赖 康贤的 你走错一步 他老师好像有 我是无赖 那个 刚刚你 因为我们这一系列 最近都在讨论这个 未来医学院的领导人的期望 这个林老师 是以你这个医学院真正的大老 而且退休以后还 这么有志工性的来帮帮医学院 帮帮我们这些年轻老师的成长 那这个应该要问你这一句话 就是对医学院领导人的期望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 好 我先回应你前面说 我来这两年的这个感想 就是跟年轻老师谈的 我真的蛮有 蛮感动的 我为什么会说感动 有些年轻的老师 根本不认得我 但是他进来 他可以很 honest的 把他心里在想什么 真的跟我分享 我很 appreciate 这一点 真的我听了以后 我也觉得我在学习 真的这是我利用这个机会 谈一下这个 对院长的期待 我觉得我只能用我 因为新任的主管也会跟我谈 我平常都用四个字送给他们 就是新任的主管 我说其实要当主管没有那么难 我过去的经验 我告诉你 用四个字告诉你 用心 无私 就是你做什么事 你假如没有私心 什么事都好解决 你也会犯错 但是人家都会原谅你 大家一起改 所以那个不是很难的问题 那用心就是你真的要了解 这个单位 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的 有什么要改进的 我觉得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那对于医学院长也是一样 假设说他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知道这里的问题 那他就可以要用心去想办法 看要怎么改 那用心可以用心不同的程度 他自己用心或者是找一群人来想办法 用心真的是可以 只要他的心在这里在这件事上走 他就会有不同方法去解决他 那无私真的是所有的做主管的人 的阶段的问题 你是解决大家的事情 你没有考虑 首先考虑到你 那事情都好办 你进行起来也比较顺手 所以我想我也要用这四个字回应你说 不管谁来当院长 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态 不会离谱太远 好像这句话没有说 会对李老师有点对不起 所以我还是最后可能要讲几句话 那当初2002到2004 我在华联那边帮忙 那后来他们其实要我说 你就反正常大那边办退休 直接就过来这一边 那我家大人说不行 那你还有一年 还可以领月退 那为了说这个 将来不会说流露街头 也满透波受苦心 他说你还是应该把那一年做完 我觉得那个很有道理 所以 听太太的话是对的啦 这个一定要记得 那话说就去那边 然后就是也好歹把那个 P-mark 这个要谢谢黄院长 那因为黄院长有P-mark 我才有机会到那边 去帮忙处理这些杂事这样子 那一晃就两年又过了 中间刚好卡住那个SARS 卡住SARS 那因为就是两人要走的时候 那刚开始去的时候说 那你再回去当一年 把那个期限修满就回来这样子 那所以后来我想说 不行了那我回去 把这个地方空的怎么可以 所以我想了想 后来就看上了林老师 然后就觉得说 那这个 动养制裁严可不用这样子 所以我就拜托林老师说 不然你早点退休好不好 然后到哪里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是 把林老师又拐到东坡去 其实是 我跟那个 那边的副执行长 那边那个上人是总执行长 下面有三个四个副执行长 我跟那个执行长发告说 我跟你介绍一个人 你绝对不会后悔 他来接医学院院长也绰绰有余 那我心里当时的打算是说 如果他们让林老师 在那边当医学院院长的话 我就会比较真诚的考虑再回去 那很不幸那个如意算盘没有大成 那所以其实 右拐林老师到那边去的话 当然我也帮忙 尽量做了一些安排 那林老师过去以后 其实他在那边接那个医学研究所 其实老实说他把那个地方的医学研究所 弄得井井有条 我要说实际的医学研究所要是有怎么成就的话 林老师的功劳真的蛮大的 那后来因为他没有当上医学院院长 所以这个后来 我可能这个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了 我就没有再回去 这个坦白说是一个主要 我觉得说这个当初咱们这个 就是说不必写什么白纸黑字啦 反正就是变成这个 大丈夫预言祭出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刚开始的灵活学训 那因为那个对方没有善待林老师 让他在一个更好的job 可以发挥他的那个所谈 所以后来想说这个说不定缘分就在一起这样 所以其实林老师过去 我一直有点耿耿愉快 一直有点girly feeling 这样好像让他过去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过去帮忙 那不过后来想说这个说不定 我也帮持继做了一件好事啦 他在那边其实在他在了那边的几年 其实至少在基础方面的话 从医学研究所这个开始的话 其实是那边我觉得是 比我在的那两个年其实要好很多这样子 好 我现在让你感觉心安一点 你把我拉去持继 我很高兴现在很高兴留在那里 是好地方 所以很多同事说你要不要回来台南 我说我要留在华林 所以这个是你给我的机会 第二点我想到一件事我没有跟你讲过 但是这个你回不去 就是没有再机会回去持继 可能是我的原因 因为你要我代理院长 对不对 他们不喜欢我 所以没有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啊 因为我在那里表现不够忠诚 那你忠诚度要表现的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忠诚度也被人家classify不太够啊 乱讲 乱讲 他对中整个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 李老师刚刚说很喜欢看李老师 那我对李老师有印象是这样子来的 我在台大院开始当注意的意思 那三不五时那个人事事就会贴一张公告说 只有这个言论不实的书籍 李老的《春秋评传》第几集出了 请这个单位的人员如果有手持该书的话 送到人士是一起整个是烧毁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这本书他一定特别有意思 我就已经跑到那个附近的那个十大夜市去找看看 到底这本书在哪里 到底是哪一本 他觉得说这个言论 我记得这个言论有问题 一定是言论有他的特点 大概是这样子来的 那所以当初去的时候 那个自然有领导指示说 这个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那什么事情不能做呢 这个反正已经隔了十年了 他说你不可以对上人下会 就是不可以对上人下会 那我说这个有什么困难 不下会就不下会了 那但是我的学长 赖西湾教授他碰了一个窘境 就是那时候他刚去不久 然后就是一片人带他见上人这样子 然后见上人他就问那个李明亮校长说 那他见上来有什么礼貌 你校长说你就问讯就好嘛 所以赖西湾教授他就给他问讯 他问完去发现说 其他人都太倒太地 只有他一个人近期独立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的前辈跟我说 欸小赖我跟你说 你如果要去见上人 你如果不要拜你就要站旁边一点 不要站在正中间这样 我也有一个窘境可以告诉这个故事 是 那个每年过年的时候 上人会发这个红包 对不对 那还有很多人很想收那个红包 累积起来说什么有福气 什么 所以那我们这些教职员 都会排队去领那个红包 那我第一次他没有做这样 第二次是到金社去 真的是他 我们坐在地上 等到要去领的时候才排队这样子去 我不是在最前面 我在大概二十名那里 结果我看前面 每一个去领那个红包都要跪下来 那我心里就在那里嘀咕了 说我要不要跪 心里就糟糕 因为我已经在队伍中了 我逃不掉 我就想 哎呀 没关系了 到那个moment 我身体会怎么反应 让他自己反应 因为我想不出 前头人都跪 到了我的时候 我居然也跪不下去 还没有关系 就跪不下去 拿了就走 他也不会怎么样了 但是后面连续又跪 每一个人都跪 每一个人都跪 只有我没跪 那一场 那个是多少人 我下一次以后再也不敢去 因为我不能去去做那种 那种跟人家不一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 我先天性的就是说 连我的parents 我从来也没有跪过 其实后来我离开了以后 反正就无所求 那有一次跟一个好朋友去 那他跪 我就跟他跪 那倒比较没有所谓 那当初只要坚持的 只是说 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 在某些场合下 大概必须要有自己的坚持 那这个是 会有这个想法跟做法 大概寿林老师 我记得我听过他一个演讲 他人家讲过一个叫教授性格 就说 你做一个教授 要做一个教授的坚持 做一个教授要做一个教授的思考 那我们自己的 我不敢说修行 不过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性格什么的话 那多多少少要 能够让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教授 是跟其他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可能 这个很有关系 那也许 也许就是反正 就是因缘所在 那缘分就到这样子 大概也不能太勉强 不过就是说 这个 虽然他这么说 我老是有一种 neutifigen的感觉 这样子 那 那当然现在 所以我们一直现在 其实我们一直想到了 把林老师又拐他回来台南 这样子 一直有这个 想法的时候 看能不能 能不能把他拐回来这边 继续在陪着大家 这样子 是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 这个 很高兴 我觉得说 林老师可以把他过去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 在座很多人 都应该做这样的演讲 把自己的经验 传下来 这样 大概就是 简单跟大家报告 这样 谢谢 谢谢 差不多了 大家要去吃饭了 时间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谢谢 里面教授的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 看起来是大家都很多的事情 好像要再继续讲 所以 真的是感觉 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故事 可以在这边分享 我们希望说 我们有什么会能够尽快的再办 那个 亚相报告活动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 那我们今天活动到这边 谢谢 谢谢